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看看风水二字 顾名思义就是风雨水 所以凡是脱离风雨水 跟风雨水无关的理论都是伪造的 或为了买风水产品 或是一种不加思考的迷信 或仅仅为了标新利益 当然风雨水只是打而论之 落实下来一般有风 水 阳光 磁场 声音等 但是风雨水仍然是两大基本要素 我们看见洋宅 如果他没有考虑到风雨水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伪论 下面我们说说穿堂煞 一般坊间老师是这样定义的 穿堂煞是指气口对气口 或前门对后门 或前门对落地窗 或窗退窗等这一形式 而且在其中没有遮蔽物的话称之为穿堂煞 它的影响是容易有血光之灾 动刀的机会 而且被称为对财运影响最大的风水煞 甚至有的老师说 洋宅第一凶 最计穿堂风 那么我们先不批判以上观点 我说说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穿堂煞不好 这道原理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也 我对穿堂煞以科学的角度的定义是 任何风水问题都应该以风和水对人的影响来探讨 当然穿堂煞也不例外 那穿堂煞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在室中有流动的活气就叫穿堂煞 很多老师看见直接就说不好 但你有想过为什么不好吗 我们要知道其中的原理才能活去活用 不至于沦为迷信 如图中所示 在红框所框住的区域代表活气 为什么 因为当前后两个气口打开后 外部来的气流只是在这一区域流动 所以称为活气 黑框所在的区域我称为死气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气流并没有流通 就像水一样 流水不服 那不流的水呢 在洋宅风水里 考虑的是风跟水 洋宅一般是水很少的 如果以风就是空气来考虑的话 这样的布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生活在这样不流通的污浊之气中 久而久之 想必你也明白穿堂山为什么不好了 这只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不好 我们假设人的位置 换在我写人的地方 这种的话会更严重 你人在第一点那边 涉气没有循环到 你吸纳了污浊之气 但是你在这一边的话 穿堂而过的风会一直切割你 我们所吸收到的气 不能是这种很急很快的气 因为洋宅讲究的是藏风聚气 而不是强风散气 在这样的环境里久而久之 你自身的气场就会散掉 这两点才是真正造成穿堂山的原因 其对人的影响 下面我们说说穿堂山常见的错误化解方法 错误的方法一 更改两个气口 使其不在同一直线上 如果两个气口就没有在同一个直线上了 肯定有很多老师会说 就是这样就不算穿堂山了 但是我们看看 以我们上面的理论来讲 它还是穿堂山 为什么 气流并不会如同黑色箭头一样流动 只会以红色箭头方向流动 反之 如果人在上面 还是一样会被封锁切割 吹散气场 所以还是穿堂山 坊间老师说 只要不开门 看见窗户或门 就不算穿堂山 这对吗 还是这个理论 风水 必须以风与水的关系来讨论 而不是其他没有根据的 玄之又玄的理论 错误方法二 加K穿窗户 便可化解穿堂山 多数无益 看其流走向 错误的方法三 在两个气口的一条直线上 加上屏风 玄关 或者盆栽 如果是厨房 可以用冰箱 或者橱柜来摆设 用以回风转气 这样加上屏风 只是视线上看不见而已 气流实际上 还是没有在人住的地方循环 如果有老实说 是加上盆栽的话 果断差评 当然还有很多奇怪的说法 诸如购买一些 风水化上一类的产品 板跃缸 这些最多有个心理安慰的作用 和破财的作用 穿堂山的正确化解方法 适当的遮挡法 在门前安装玄关一类遮挡 宽要适当 高必须是从地板到天花板 那么高 屏风一类太矮 气流依然会经过 这样从前面进来的风 就能在人住的地方流通 正确的开城法 黑箭头为错误 红箭头为正确 原理无他 通气耳 隔间法 在通常开前门的情况下 此法适用 但是窗户一定要开对位置 看到这里 你相信 只要读懂了前面我说的 什么是穿堂扎 你自己应该就能活学活用 重点就是 让外部的空气 缓和地通过你人在的地方 很多老师讲话节 说开窗就行了 而不管开在哪里都行 讲遮挡 只要开门看不见气口就行了 他们用这种狠循的理论来护有原主 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懂为什么 只是沿袭前任的话而已 从不思考理论其中所以然 知道其中的所以然 即使我们自己也是风水大师啦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